我相信 張將軍一定是忠於中華民國 中國政府所舉辦的 統戰性的活動 基本上是要統一中國 是要打壓台灣 參加這種統戰活動 是效忠國家嗎 請問效忠的是哪一國 朱立倫好好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想這是再清楚不過 再簡單不過的邏輯問題 如果以朱立倫的邏輯 只要有人跳出來替這個退役將領 背書說他的心理是效忠國家 那他就可以去參加 中國的統戰活動嗎 所以朱立倫 你是鼓勵其他的退將 可以去效仿張又俠 一樣去參加統戰活動 那被處罰了 你再又要跳出來說 他忠於國家 朱立倫你鼓勵這樣的行為嗎 我們我身體在選累 現在已經就覺得 莫子 感谢观看